第九十一节 云叶过了很久才恋恋不舍的 从他柔软的唇上离开 看着半眯着眼睛的星月说 这辈子咱俩就凑合着过吧 你不准后悔啊 坏人 星月开始咆哮 两只手在云叶身上乱拧 哎 别拧了 别拧了 别再拧啊 就成死人了 挣扎着从星月魔爪下逃脱 时候不早了 再晚呢 就赶不上大队了 星月靠在门框上 看着远去的云叶 嘴里念叨着 坏人 这心里啊 全是云叶临走时说的那句话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他想高高兴兴的送走云叶 眼泪却不由自主的流了下来 哭泣的还有许静宗的家人 从街道军令呢 他就没有一丝的安全感 他不知道云叶到底会如何安排他的差事 如果云叶有害他之心 只需把他放在军武里 自生自灭 就足够了 看看自己孱弱的身体 许静宗就非常后悔自己的决定 没事到书院里干什么呢 现在这比朝堂上危险了一千倍呀 被大佬打压 那不过是下放到周县罢了 如今 与一群秋八 这为五不说 还生死两茫茫啊 实在是自己巨大的失策呀 孙思苗赶着马车 在云叶身后慢慢的跟随 他也想去看看突厥人的啊 释放的瘟疫呀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拖着两大车的药材 是为了前线的将士 实在是搞不明白 这云叶为何要拉上几大车的香料呢 最可疑的是 旁边还有一个猥琐的胖子 这一路上俩人就没有停止过鬼鬼祟祟的交谈 小月 你说我们这次真的可以大赚一笔吗 胖胖的何哨敲声问云叶 当然 相信我 你这次舍了命从军 小弟怎会让你空手而归呀 缴获 那是要上教国库的 咱们哪有斩首的余力呀 老河愈发的困惑 那些金银马匹 那当然是要归功的 我是说那些归不了功的东西 现在要打仗 战场上肯定会有很多的死马 死牛 死羊之类的东西呀 你只要把这些东西收回来 再做成美味的军粮 卖给大帅 你说这会有多大的利润呢 再说了 那些士兵咬了赏赐 放在身上 他也不一定放心吧 你接手过来 给他们家里啊 送回去 收些费用 那还是可以的吧 你想想 这不但赚了钱 还积了得 以后这军中这样的生意啊 那不就全是你的了吗 打仗就是赔钱 云叶打算用老河做一个小小的实验 看看这小生意能否赚到钱财 毕竟呢 他也没有做大生意的经验 家里的事啊 全是奶奶 姑姑 他们一手搭理的 自己只是开个头 就放手不理了 说起来高深莫测 实则是个巨大的纸老虎 上次在龙幼啊 看到老程和左五位的士卒们呢 只在乎敌人的脑袋 不在乎地上躺的横起竖端的畜生的尸体 云叶大呼浪费啊 还被老程鄙视 这次呢 大唐整个国家都缺粮食 不知这样做会不会对战事有帮助呢 马车行驶在关道上 扬起了一阵阵尘土 蝗虫过后 关中没有再下一滴雨 田地里的谜子 乌精打采的 卷缩着叶子 看这情况 这用不了多久 就会被头上的烈日晒干 田间有妇孺 在挑水浇田 一瓢瓢水倒进地里 一瞬间就消失的 无影无踪 后面的地才浇完 前面浇过水的地 依然张着干裂的嘴 裁过蝗灾 又来大汗 这杀人的老天 就不想让人活呀 许敬宗倒是安心 从出长安这几天来看 云叶没有想干掉他的意思 只是想把自己呢 留在身边看住 不想让自己去祸害书院 我许敬宗好歹也是一个苦读诗书的宝学知识 为何对我防之甚且 难道说 你可以看穿我的心思不成 远远的看着戴着草边帽子的云叶 许敬宗只有按下心头的疑惑 随着车队继续赶路 老牛取下水囊 灌了一口水 吩咐手下的校尉 加快形成 否则呢 今晚呢 就到不了宿营地了 作为老将军 这行军经验 自然是极为老道 现在天气闷热 啊 估计用不了多久啊 就会有大雨降下 对行军 那可能是阻碍 对地里的和苗 却是一个最好的消息 牛伯伯 我们的目标是硕方城 这几时才能到啊 小时都有些快受不了了 云叶解下脖子上的布巾 边擦汗边抱怨 谁让你带那么多东西的 咱们是去打仗 又不是去游玩的 带药材也就罢了 为何还要带那么多的调料啊 你这张嘴 何时才能够适应 粗利的军中饭食啊 此去朔方 还要赶十天的路程 你慢慢熬吧 朔方城里啊 去年才平定 柴少 薛万彻 快把城里的胡人杀光了 现在这鬼 都见不着几个 你还打算做生意 小时 就是去当个收破烂的 凡是军武上不要的 都交给小时 到时候啊 有你想不到的好处 呸 你小子 居然贿赂老夫 下了你的狗眼 老夫 是你几分钱 就能打得动的 老牛有些生气了 贿赂您一个人 有什么用啊 小子 打算贿赂 北路全军 上上下下两万人 每个人都打电道 就不相信 就我干不了的事 不许胡来啊 老牛大吉 云烟这么说 他就会这么干呢 弄不好还会成功 如果因为一点 赢头小力 影响到 征伐突厥的大忌 他白死难赎 其罪呀 到时候 抄家灭族 不原意呀 您放心吧 小子干的事啊 只会为大军增加战力 绝对不会有损战力 小侄不过是要弄些军粮 卖给大帅 然后再把军事手里的 零散的钱财呀 帮他们送回家里 两头授意 这有何不可呀 军粮 你确定 你会弄来军粮 现在的朔方城 远离关内道 这运送军粮不易呀 折损呢 更是高的惊人 十成粮食 运到那里 也就剩下不到三成了 其余的都被 损耗在路上了 你如果有这个本事 算你大功一件 老牛听到这话 一下子 有了做生意的念头 他才不管 这云叶从哪弄粮食呢 只要军中有粮 李靖就不会跑到 八亿那个地方 要粮了 这对需要突然发起进攻的唐军有力啊 毕竟朔方要比马翼 离乡城 近一些 关键是他不用抢先 进驻厄阳岭啊 这是一个极大的变数 需要认真对待 小子 你从哪里变出军粮 先给老夫说道说道 我好合计一下 云叶从口袋里 掏出一块 四四方方的东西 递给老牛 示意他尝尝 老牛打开用荷叶包好的东西 放在鼻子上闻一闻 一股葱花的香味 就扑鼻而来 咬一口 咸中带着一股甜味 这味道不错 里面似乎还有肉粉 几口吃完 觉得口渴 喝了几大口水以后 发现刚才还在叫唤的肚子 现在竟然感觉不到一点饥饿 他吃惊的回头 看着云叶问 哎 这是什么吃 居然这么一小块就可以饱人 小子在临出门的时候 做了一些这个东西 用了黄豆 小米 面粉 糖 盐 最重要的呢 小侄加入了大量的黄铜粉 把这几样食物蒸熟 再放在大石头下边压制成形 然后烘干 就成了这个东西了 您觉得怎么样啊 云叶在坏笑 这次出征 不是要去战场上显威风的 那是成楚墨他们的能力范畴 书院发展到现在已经到了平静状态 平静的最细处 他就是没有学生 也没有足够的老师 更没有足够的名声来支持书院的发展 老李刚已经尽了全力了 连压箱底的关系都用上了 才有了现在的规模呀 如果自己没有足够的声望 李刚去后 书院就会陷入四分五裂的悲惨境地 出门时为何不讲 你不知这是一物军机的大罪吗 老牛仗红了脸 他才不在乎这饼里边加了多少防虫粉呢 只在乎云叶为何这么重要的事情要留到现在才说 您不是不知道这军粮选购是如何的严格吧 尤其是这种新军粮 不经过检验 云家如何敢私自向大军兜售啊 您吃的这块 可是小子的私货呀 准备自己吃的 您可不能把这么大的一顶帽子扣过来呀 小子胆小 经不起下呀 老牛一时口不择言 又拿军法吓唬他 云叶也憋了一度 兔子的火 好好的书院 硬给我塞了一条臭臭 没有找李二算账 还给他送好处 长脾气了是吧 敢对长辈这么说话 要不是看你现在已经定亲成人 老夫说不得又得揍你 您放心 家里的妇孺啊 都在没日没夜的做这东西呢 过些日子 说不定啊 就会运到朔方 小侄也就是随便的 发发脾气 不会当个大事的 在小侄看来 只有牵扯到书院的事 才是大事 其他的 还不足论 云叶彻底的厌倦了 被人家利用来利用去 虽然后世呢 有句名言说了啊 你被人利用 证明呢 你还有利用的价值 如果没人利用 那才是悲哀呀 这句屁话 云也以前视为真理 现在却觉得这句话 蠢透了 小子 小心呐 你这是心存愿望啊 在老夫面前说说 发发脾气 没关系 在场面上 千万不敢胡说呀 面具戴上了 就不要想着 再摘下来 你既然有安排 老夫就随你折腾 看你的造化了 老牛打马 串到队伍前面 大声命令 全速前进 他是个忠厚的人 不愿意听到 任何关于李二的坏话 平地起了一大鼓风 吹得旗帜呼啦啦作响 黄土迷人眼 大家低头前行 刚刚还是艳阳高照的天地 刹那间灰尘滚滚 硕大的雨点 在风头刚过去 就砸了下来 地处平原 周边连一棵树都没有 众人只能强忍着 冒着雨赶路 这次云夜是带队的军官 就没有办法和上次一样 可以躲在马车里了 雨水顺着铁甲的缝隙 钻进衣服 只一会儿啊 这全身就湿透了 溅了水的牛皮 逐渐胀大 坐在马鞍子上 就像骑在一块腐烂的肉上面 又滑又难受 摸一把脸上的雨水 透过茫茫水线 隐约看见老牛正在大声的呼喊 不知道在叫什么 直到传令兵通知 才知道老牛让大队资重围成一个圈 在马车上啊 搭上油布 让大家暂时的避一下雨 这雨啊 实在是下的太大了 不用云夜吩咐 云家的老兵早就准备好了 大张的油布撑开 暂时形成了一个勉强可以避雨的地方 还给牲口啊 也披上了油布 怕他们得病 众人缩在油布下面发抖 云夜也不例外 身在军舞 就没有家里那么讲究了 在不合适的地点 在不合适的时间 总有一些不合适的人出现 比如这位 西童被五花大绑着 送到云夜这里 见到故人自然很欣喜 只是为何每次见到他 他都被捆得结结实实的呢 难道说他命犯绳子 听老牛亲兵诉说过呀 才知道 这家伙单人独奇的立于马上 随在大雨中被骄得狼狈不堪 但是这英雄气依然不倒 面对这军队呀 还敢大声的嚷嚷 普天之下 大概呀 也只有这一位了 听说是来找云侯赎罪的 老牛自然不客气的 让人呢 给捆起来了 然后呢 到了云夜这里 观众人呢 有时候没法子说 也不知是牛脾气 还是这游侠的故事听多了 总之呢 就是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命当一回事 现在云夜开始相信 的确有两个家伙 为了比谁狠 坐在酒店里 一人一刀子的 骗自己腿上的肉下酒 这回事呢 鸽骨香下酒 谈笑鬼神经 他们会说什么呢 讨论谁的肉 比较美味 适合烤着吃 还是涮着吃呢 有西同的存在 云夜相信 诗中描写的白痴 加变态 这一定是存在的 而且 在关中大地上 绵延不绝 侯爷 俺西同 错怪你了 你的确是好人 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坏 这条命啊 你就拿去吧 话说的轻松愉悦 似乎 再说一头猪的命运 而不是自己的命 眼中有愧意 却没有一丝害怕的样子 八尺的大汉跪在地上 腰板依然挺得老直 云夜估计 他的腰啊 就没有对别人弯过 追了一千多里地 只是跑来送命 只是因为愧疚 这是一个多好的马仔啊 你看他身体高健 大眼大嘴的 实在是战场上用来挡箭 混战时用来挡刀的 不二人选的 老庄他们 哎 就没法子 和这个西同比 主意打定了 这样的手下不收 那天理难容啊 老子今天终于可以用满身的正气 收服一位真正的手下了 云夜 寥寥被雨水 粘在脸上的头发 掏出小刀 割断了西同身上的绳索 拍拍他的肩膀 用最低沉的声音 对他说 你千里来投 本侯是为送命 大有古人一诺千金的豪侠风范 本侯甚为敬佩 如此意识 杀之不详 本侯自然不能干这种天怒人怨的事 你我的误会 就此了结如何 你不杀我 这事当然 你我的恩怨从此一笔勾销 见到你如此重义 谁又能下得了这个手啊 说完这一句 云夜长身玉力 等待西同 扶手归附 可这半天不见动静 回头看 却见这西同高大粗壮的身影 渐渐的没入瓢泼大雨之中 还隐隐 有歌声传来 掩饰了自身的尴尬 云夜对老庄说 这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